在這裡要把我的祝福送給大家 那當然在今年我也有一個 很旺的旺旺的一件事情 就是即將快要生寶寶了 今年2月寶貝兒子出生過後 陶哲已經造出家庭美滿豪爸爸的形象 沒想到日前卻被周刊直擊 陶哲疑似幼跟美媒過重甚密 有周刊拍到 11月28號晚上9點多左右 陶哲和三名女子現身信義區的 高檔KTV 歡唱兩個多小時過後 陶哲和其中一名長腿妹 單獨上車離開 最後停在中校東路五段的某個社區 陶哲和長腿妹下車過後 就躲進棋樓的柱子後面 彷彿在演員體皮影戲 依依不捨好幾分鐘過後 陶哲才上車離開 行徑相當詭異 我在婚後的確有出軌的行為 至上最深的歉意 早在2015年陶哲就曾經爆出婚後 和大陸經紀人楊子晴糾纏不清 當時陶哲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會 更夜探陳發生了婚外情 對於老婆Penny感到非常的羞愧 還說這輩子唯一愛的就只有老婆 絕對不會和Penny離婚祈求原諒 只是沒想到結婚一年過後 陶哲就報外遇 開記者會道歉過後 以為會改頭壞面 沒想到四年過後 又被拍到跟妹妹相約 記者結稿前都沒有辦法取得 陶哲回應 記者綜號報導 記者綜號報導